这么多食材都是意想不到有很高的膳食纤维 那还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可以帮我们一整天 都可以这个吃够膳食纤维呢? 有有一个小技巧 而且我会先吃它 我的肠道好像建立一个 欢迎收看请问康健 让康健陪伴你 康健跟随你 我是康小编 雨婷 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吴应荣博士 哈喽 大家好 雨婷 好 哈喽 博士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膳食纤维 讲到膳食纤维 我想大家最常想到的就是要多吃蔬果 对不对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食物 很多的食材 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的 都是你意想不到 到底有哪些意想不到的食材里面 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超级高的呢 今天就要帮大家一一解说 我相信这是大家最常买到的便当 这样子是一个烧辣便当 应该是很多的外食族啊 上班族 平常这个午休时间 最能够最方便买到的一款便当 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到底够不够呢 非常的不够 因为我们来解剖一下 你看它下面那都是满满的饭 而且是白饭 白饭是没有膳食纤维的 那上面都是肉 动物性食材也不会有膳食纤维 豆干 因为它是经过这个黄豆在加工的 所以膳食纤维也不是那么多 好唯一的膳食纤维来源就这样一小块 还有一点点菜包 所以就是等于这边 所以真的很不够很不及格 在我来看 很不及格的这样子一个便当 可是确实我们上班族 最容易买到的 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提升 你这个日常饮食的膳食纤维含量 可能很多人都想到说 那我就是要多吃蔬果了 或者说这个 大家可能都想到生绿色的蔬菜 生绿色的蔬菜吃久了会腻 或者说整个塞的肚子很胀 今天我们就准备了一些 要请博士帮我们解答说 到底哪些食材 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出乎意料的高 我们先来看看这边 像是玉米笋 玉米笋不管是她自己或她妈妈 都是很好的食材 她的妈妈是玉米吧 玉米 对 可是她的妈妈的话 我们就把营养方面 我们把它归在所谓的主食类了 可是像玉米笋的话是蔬菜类 它们都是蛮好的膳食纤维的来源 像木耳杏鲍菇 大概大家比较第一直觉 不会觉得是蔬菜 它应该算是菇类藻类 其实这两大类的话 我也很推荐 就是外食或便当族 摄取膳食纤维的来源 对 它们也是非常好的 可是大家都一直觉得说 要绿色蔬菜 或是就是跟圣地固你讲 或是来自于水果 可是像这样的话 这种东西带便当非常好 还有我刚刚讲的 除了菇类跟藻类 这个东西叫做毛豆 毛豆它的应该算是青少年 如果说它再老一点就变成黄豆了 那它们也都算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那一般来讲 我们大概譬如说蛋白质来源 我们就会想说 我们就要吃肉啊 吃鸡啊或鱼啊 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源 没有所谓的膳食纤维 可是植物性的这个蛋白质来源 就有膳食纤维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蛮鼓励大家说 你的蛋白质食物可以有一半来自于豆 是毛豆啊 黄豆啊 或是黑豆甚至是纳豆 不但可以补充蛋白质 又可以补充膳食纤维 所以毛豆等于是这个一举两得 又有蛋白质 植物性蛋白质 然后又有膳食纤维 是啊 是啊 我很喜欢它的 那海带呢 其实海带很多人小菜都会点啦 但是可能没有想到说原来它膳食纤维含量也不错呦 对 而且尤其是它所谓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也是蛮好的 所以要善用这些菇类藻类 然后甚至把一些蛋白质食物换成植物型的 都可以增加我们整个餐盘里面的膳食纤维的来源 像这个木耳它是黑木耳嘛 那白木耳也是同样有比较高的膳食纤维 对 其实它们都有膳食纤维 然后白木耳你们煮起来就是它会有那个 胸胸对不对 黏黏的那种东西啊 那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都是还不错的 那像黑木耳哦 我鼓励大家就是说你去买市场买木耳的时候 尽量买那种塞干的 就是说塞干的时候它会增加维生素低的来源 对 那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喜欢去问一下说你这个是日照的 哦 对 然后干的然后回家再跑 会比原来它就湿湿了 它是会来得好 所以我们这边菇类准备的是杏鲍菇 但是如果像老师刚 香菇也 对 香菇然后晒过的香菇 对 晒过的香菇也是很好 所以香菇也是很好的膳食纤维来源 也很可以带便当 不会像绿色蔬菜一样会黄掉 或者是会容易软掉 所以要补膳食纤维真的不是只能吃蔬果而已 但还有没有其他的食材 也有不错的膳食纤维 有耶 因为大家可能叫蔬菜水果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菇类 藻类 还有一大类可以提高我们的膳食纤维 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就来自于主食类 主食就有 对 主食就有 比如说我们可以为了白饭 我们习惯的若把它换成糙米饭 它的膳食纤维就大大提高 提高你的膳食纤维要来 主食类要助攻 就很重要的 然后我如果说要吃饭 我没有办法吃全部白米饭 我可以放一些比较有纤维的东西进来 比如说放一些南瓜进来 放一些玉米进来 然后慢慢可以把它弄成全糙米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方式 好 膳食纤维不只是蔬果 要有什么其他食物助攻呢 主食就是很好的选择 像说糙米啊 然后还有地瓜 南瓜 这些 好 那讲到膳食纤维 大家可能都想到说一般啦 大家比较想法是说 帮我们这个通肠胃啊 通通通就是解便秘这些 但其实膳食纤维的好处 它的功能远远不止于此对不对 对 不止 因为那是非常非常 我以前很小时候的概念 就是说我吃膳食纤维 你好像比较容易便便 这是很初阶的概念 初阶 现在要进阶 我们要做营养知识的高材生 对 其实膳食纤维到我们肠道 其实有一个肠道的好菌 他很喜欢吃膳食纤维 对 而且肠道的好菌 他喜欢吃的膳食纤维 它会淡泄成一个叫做 短面脂肪酸 那可能这个东西大家比较陌生一点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一个很神奇的物质好了 因为这个物质它会被身体吸收 它会去增加我们的免疫能力 或是会抗发炎 对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会远远的超过我们原来只是 轻素变的那种想像 所以膳食纤维它会变身 经过好菌变身成另外一种 吸收到体内会抗发炎 增加免疫能力的一个物质 所以膳食纤维的功能的话 其实大家不要去忽略它 不要低估膳食纤维对你的帮助 对对对 它可以在你的肠道里面 发挥非常大的功效 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话 就是想像一下 它可能会比较溶于水 然后就会比较有透明 有那种焦焦的那个黏黏的那种感觉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白木耳 或者是这个海带 对会有那种黏黏的华翼这样子 那像这个的话 其实是我们肠道好菌特别爱吃 对 所以我刚刚讲说 他们也喜欢吃比较容易入口的东西 对对你可以这么想 像比较不可容的膳食纤维 来自于你会觉得会比较硬的 刚刚这边没有放进去 还有忽然想到的那个竹笋也是很好的 竹笋 它就不可容的膳食纤维就来的 比较多 或是芹菜 你会觉得它的纤维是比较粗糙的 这个就会刺激肠道蠕动 会比较容易轻素变 然后比较可容的话 这些膳食纤维就是肠道好菌 所以比较喜欢吃 然后会产生比较多的所谓的 刚刚讲的比较神奇的物质 叫肝炼脂肪酸 所以两个都很重要 两个都要摄取 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这么多食材都是意想不到 有很高的膳食纤维 还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可以帮我们一整天 都可以吃够膳食纤维呢 有 有一个小技巧 我自己的小技巧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每一餐 我不管是便当 或者是跟人家吃盒菜 我都会拿一个碗 我把这些东西 有膳食纤维 先夹起来 先夹满一个碗 我一定要规定 我自己把那个碗吃完 而且我会先吃它 因为如果说我 把我的那碗吃下去以后 我的肠道好像建立一个蔬菜柵栏 那因为我等一下再来去吃一些 比如说饭 或者是水果 它比较容易让我的糖分升高 它这个阻挡的效果 对 这就另外一个story 就是说其实我膳食纤维吃了够的话 我也可以让我的血糖 不要增加的这么快 这也是个技巧 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自己观察说 我膳食纤维是吃的足够的 这个很重要 你知道吗 这你第二天回头 上厕所看一下 你那个黄金 是不是浮起来的 如果你真的膳食纤维真的吃的很够 你的黄金应该是要浮起来的 第二天 第二天 马上 对第二天你就会有感觉 而且你如果膳食纤维吃的够 你的黄金颜色会比较淡 比较不会很黑 你黄金的味道没那么重 所以你常常要去关注 你的黄金的长相跟气味 跟它们浮起来 就可以判断说你的膳食纤维 到底吃的够不够 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 你膳食纤维吃的够 也不要忘记要多喝水 因为我很喜欢跟大家讲说 你膳食纤维把它想成是菜瓜布 菜瓜布要水你才泡得开 你才好工作 原来 对那如果说你都不喝水 你在肠道里面 然后吃一大堆干的膳食纤维 就菜瓜布在那边 它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效 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便秘 因为它把肠道原来的水分都吸掉了 那个便便会变得很硬 对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 他不吃这些食物性的膳食纤维 还去吃什么纤维粉 那更夸张就是说 他如果没有喝足够的水 他便秘会变得更严重 吃过膳食纤维之后 隔天就可以观察你的排泄物来看看 这个是不是有效果 另外也不要忘记要 一定要多喝水 对 没错 好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 这么多食材和小技巧 你就知道说要补充膳食纤维 不要只吃蔬果而已 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这样子菜色就不会吃腻了 如果你有什么补充膳食纤维的小秘诀 也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 让康健陪伴你 营养跟随你 请问康健 下次见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可融还不可融 您觉得哪个比较好 可融不可融 好 好 老师刚刚有讲到说这个 可是你刚刚说水融星 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 好 没关系我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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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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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